好 我這個人只要看到主廚很帥 他端盤草給我吃 我都覺得 他今天真的端了一盤草給我吃 你給我吃什麼 斑蘭葉 對 斑蘭葉蛋糕 做成蛋糕 好酷 我筷子配刀子耶 真的是國際化的 對啊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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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光碰到西方 融合得很好 哇 你嘴巴滿大的 你看 結果三葉去了 好 美味 所以去新加坡一定要吃斑蘭葉做的東西 對 這個非常 一定要新鮮吃 我每次去都會帶回來當伴手禮 那大家會說要買什麼伴手禮 我每次在機場回來的時候 就會買一盒回來帶給我家裡的人吃 斑蘭葉 斑蘭葉是新加坡的特殊的食物嗎 對 它就是其實 在新加坡的那個房間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們在做新加坡的料理麵 多少都是會把這個當成調味 這個我知道 我非常知道 我們的新加坡的 十大國菜之一 海南雞飯 對不對 這一定要吃 然後這個醬油非常黑 可是一點都不鹹 不要被它嚇到對不對 鹹甜的 然後它一定要加那個辣椒醬 這個是雞飯辣椒 辣椒 然後加黑醬油 對不對 好吃 而且海南雞它不是煮熟的 它是燜熟的 所以它是生的 不是 有錯解釋 它很燜 對 燜燒的 對 它是我們大概 我們在煮的時候是用大概85度系 然後煮到九分熟之後下去冰鎮 然後剛剛蓮姐應該有吃到海南雞 它皮跟肉裡面有洞 對 就是用這樣來 然後倒地的地方再來在這邊 對 它皮跟肉 我剛剛還講說奇怪 你們怎麼那麼滋潤滋潤的 QQ的 它是用這樣的處理方式 然後剩下那些海南雞的那些醬汁 是拿來煮飯的 那飯裡面要是在調味嗎 對 我們其實就是除了剛剛講的 薑豐蒜 對 雞湯 還有就是斑蘭葉 斑蘭葉煮起來 所以飯裡面也有斑蘭葉 對 OK 那這個呢 那個也是我們十大國菜之一的菜桃粿 菜桃粿 菜桃粿 不一樣 不一樣 這是菜桃粿 我們菜桃粿沒有加那些 你去新加坡這個小飯 我第一次被問我還嚇到說 他問我說你要黑的還是白的 對 什麼東西 菜桃粿有兩種 對 一種就是黑的 一種就是白的 那黑的是有什麼做的 就是炒黑醬油 對 白的就是加一般的白胡椒 來啦 各位 這個就是白的菜桃粿 這個就是黑的菜桃粿 這個就是黑的菜桃粿 對 我就沒有話給你接 對 就是這樣 什麼東西叫什麼 怎麼稱呼 就是菜桃粿 就是叫菜桃粿 只是講福建話就可以了 對 菜桃粿 我們不用變個音菜桃粿 OK OK 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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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種先 他們是純菜桃 是 沒有加料的 對 而且台灣的菜桃粿跟西加坡 而且有胡椒 對 加胡椒下去炒 白的是加胡椒下去炒 台灣吃的菜桃粿裡面 會吃到蘿蔔絲 對 這個吃到的是沒有的 就是純的下去去弄的 比較不一樣 我們有這麼多 我們有加豆芽 然後跟我們叫菜脯 這個菜桃粿跟我們不一樣 一 加起來就紮實的感覺 是紮實 港式的蘿蔔糕鬆 就是綿 很鬆 很軟那樣子 然後這個是吃起來真的有彈性 對 而且很 而且炒過了 所以這樣子才適合炒 對不對 再來咧 這罐是什麼 我剛剛應該用的名字 新加坡Slim 新加坡Slim 好酷喔 新加坡Slim 是他們雞尾酒 這通常是他們調出來的 是從他們那邊 不是要線條才能喝嗎 現在他們已經有賣 對 他們已經有賣 對 他們已經有賣 所以直接可以帶走就對了 對 直接可以買 也是一個伴手禮的好選擇 所以它的配方跟比例是一樣的 對不對 對 一樣的 它有酒耶 它本來就是酒 它都是雞尾酒 新加坡Slim 就雞尾酒 我們也有廣大一關觀眾朋友知道 這不是雞尾酒 這是酒 對啊 雞尾酒 這個是什麼 巧克力 這幾個都有啊 豬肉乾比較特別 這裏裡面也有斑蘭葉吧 沒有 沒有 因為包蘿蔔糕糕 有炒吧 這個就是大麻 真醬油 奇怪 為什麼新加坡人那麼愛吃肉乾 新加坡到處都有人在賣 因為他們好像就跟台灣人過年一樣 我們過年不是要吃什麼年貨都會買什麼辣 他們好像去 我記得有一年我去的時候剛好過年 我在那個什麼林治元肉乾門口 看到異常排的長榮 要排隊排 為了買肉乾要排個半小時以上 那是當地人才會買的 這個 奶奶真香 像嗎 這跟台灣的味道差不多嗎 它們比較軟軟的 它們很鬆軟 跟我們 跟我們的味道好像有點不一樣 我口感不一樣 我有一個法國朋友吃到台灣的肉乾 他說 哇 這個甜點好特別 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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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這不是甜點 他說可是這是甜的 台灣的肉乾是很甜的 他們會覺得這個太甜了 台灣的Dry Beats 你就是新加坡大國 當然有 因為工作關係 對啊 也待了一段時間 你是我們這裡的人 還是新加坡的人 我是台灣人 今天做事就對了 對… 帶那邊的媽媽 沒有啦 我是台灣人 我們有餐廳在台灣 新加坡要算什麼 比較好算 這個 剛剛 我站在前面有聽了一下 你不要說旅遊區介紹 工作是私人行程 因為我去 其實我去新加坡算上班 因為我們在那個 就是在港灣那裡 然後我是住同事家 然後他們好比說 他們 他住紅山 其實都是講好幾位 然後他們就有 就是他們 主屋裡面就是 附近都會小辦中心 所以那邊就可以吃到 跟其實觀光客吃不到 吃不到的 這才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對… 那是吃不到的 所以來紅山 對… 紅山 來紅山吃道地的小吃 那邊也不會說太貴對不對 不會… 很燙的 所以你的流也不用帶太多 流… 流… 我帶東西 流… 流… 你剛剛說流… 你剛剛說流… 流… 好可愛 新加坡沒流… OK吧… OK吧… 已經Fusion起來了… 已經合起來了 所以新加坡的錢叫做 流… 流… 他沒有錢 他沒有錢 對不對 新加坡便宜一點怎麼講 比較平 比較平 就平 有點像廣東話還是平 老闆也算比較平 比較平 比較平 太平 太平了 太平了 這個… 新加坡人的生活習慣 應該沒有什麼討價 比較很少討價 他們很規矩 因為早期收到 英國的教育的管理 很適度 還有不要討價還價 滿有禮報的 他們都規定好好的 而且小費都不用付 這點倒是滿好的 他們沒有收小費 而且你出門 你的車子一定要洗了車 才可以上路 你都可以不洗車 不然他會被罰錢 這樣我沒適合替人家 不規矩 我的車就不會過關 長死 對啊